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指出 在中共十九大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之后 党总书记习近平成功的扫除了所有的障碍 将党政军大权一把再握 党对政府和军方的领导拥有无上的权威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因此而推动改革呢 分析文章指出 当年国际对赵紫阳的改革也是满怀憧憬 但是经过三十年之后 西方对中国的改革似乎已经不再那么的乐观 对习近平会不会推动有如赵紫阳当年未尽全功的改革 怀疑多于希望 分析指出 西方政治的自由制其实是从极高的高压权力的桎梏破茧而出 在17世纪和18世纪 英国和法国开始了将权力集中在一个领导人的手上 例如英国的奥利弗劳隆威尔和法国的路易十四 他们夺取了自从罗马帝国在第五世纪崩塌之后 基本上与皇帝共享管辖权力的一群贵族官僚的权力 在新的领导构架下 国家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依赖一个统治者 那么这个管制方式像是当年耶稣会以及新形成的资产阶级所引入的中国模式 官员们成为公仆 而资产阶级则成为了国家经济增长的隐情 他们需要个人的本领来取代过去天生或赋予那些贵族的人 官员们要靠他们的政绩 而资产阶级则要有赚钱的能力 最终他们的权力的效率强大到足以代替皇帝的绝对权力 在英国这样的转变可以说是和平演变 英皇逐步的交出了权力 尽管名义上的英国还有一个皇室 又或者说向法国演变是血腥的 1789年一群新贵族推翻了皇朝 中国会发生同样的事吗 最终的结果又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分析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将党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它可以引起正面或反面的结果 理论上党国的分界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的结果 当时军方处于权力的最高峰 也是最后真正的权力所有 但它却置身于党的管辖之外 今儿出现的一个奇怪的政府结构 中共由一个五个人的政治局常委 由赵紫阳领导 赵是军委的副主席 但军委主席邓小平 以及另外一个副主席身兼国家主席的杨尚昆 却不在五个常委之中 中国在这个时候缔造了一个古怪的三驾马车的权力构架 军委身处权力的最高峰 党的书记和国家主席 只不过是军委的副主席 这样的一个构下本身无疑引起了混淆 因为党大会重申党是最终的领导者 因此身为总书记的赵紫阳 其权力理应在邓小平和杨尚昆之上 分析指出 拥有甚者这个架构还拥有一些其他的古怪的机制 比如说一个由邓小平领导成员 由80岁或者以上的一些党国元老们所组成的委员会 他们拥有指导的权力 但是呢又不负责决策 一旦啊 比如说假如五个政治局常委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那么这帮老人就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其权力之大还在五个常委之上 分析指出 上述这个构架用意呢 本来是提供一个辩证的空间 防止毛泽东当年一人大权在握的错误 从而为这个老人政治提供介入的空间 但由于他们的年纪老迈 未能够亲自的过问日常的事物 因此将权力交由年轻的一辈来执行 这样一个欠缺稳定结构的上层建筑跟西方式的权力分配 那是大相径庭 尽管不稳团的利益和需求 所产生的混淆两年之后引发了天安门事件 并且还可能导致中国权力的诸侯化直到今天 赵紫阳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1988年夏天赵推出了物价改革方案 一下子解放了所有的物价 但改革带来的重大的通货膨胀 商店的物品被哄响一空 领导人都为之紧张兮兮 物价改革就被立刻叫停了 赵对经济管辖大权也遭到了旁落 到了1988年秋季 赵和他的一些班底推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理论 即所谓的新权威主义 当时还算年轻的王沪宁 就是其中的一个鼓吹者 分析指出 新权威主义认为 所有的权力都应该集中在党总书记一个人的手上 然后经过必须的架构改革之后 透过民主改革逐步的将权力分配 但这个论调遭到了当时的自由派学者的批评 因为他们不相信在权力集中之后 会出现一个民主化的结果 中共的元老们则害怕他们失去权力 这个改革无疾而终 但30年来民主改革一直是中共的阴影 分析指出天安门事件源自如下的这个吊诡 到底是赵紫阳的共党 还是邓小平的军方造成了这个结果呢 这个吊诡本身又导致1990年代江泽民时期的权力斗争 从外空降进入权力核心的江泽民 企图制造一个空间隔开老人军方和当时存在的团体 这个吊诡一直都没有获得解决 反而在2002年的党大会上得到了提升 当时政治局常委增加到9个人 将本人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 此外9个常委各司其职 每个人都有个别的管辖权力 而当出现权力混淆的时候 就需要开会讨论解决 不但如此 退休的领导们仍然有权力过问和提供意见 他们缺乏透明度 他们之上也没有任何管辖 到了后来 没有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谁要负起责任 分析指出 每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中国权力走廊反反复复的 累人的磋商 唯一的推动能源呢 就是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 因此 经过1990年代末改革的国企 管辖大权由自治落入了中央的手上 国企的资金则成为了政治野心来充当融资的来源 彼此相互的照顾利益 分析指 周永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是中国当时最大最赚钱的石油国企的大掌柜 他爬升到管制全国内外的政法部门的头目 是一个真正的权力核心 凭着这样的能力 他帮助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崛起 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帮助薄熙来政变 美国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的情况大致是权力混淆不清问题越来越严重 民主化或者能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分析指出 共产党一大半的人认为民主或者能够真正的解决混淆的问题 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希望继续延续这样一个混淆的情况 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来捞取利益 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改变了一切 并且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中国必须审慎的做出政治改革 但在此同时问题依然存在 谁领导国家谁领导党以及领导军方 谁用能力来担当这个位置 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稳定 每样事情都依靠个人政治的能力来操作 薄熙来对此最清楚不过了 并且更利用这样一个情况颠覆党 在过去的五年里边 习近平基本上就是要理清这样一个混淆的情况 做法就是消除国家党和军方之间的区分 制造一个清晰的指挥制度 今天党领导一切 领导国家领导军方已经是非常清晰的了 同样清晰的就是再度取得了权力中央化的中共 将是一个启动未来政治改革的地方 当然没有人可以肯定这会发生 又或者中国的改革会否达到西方的预期 分析最后指出 赵紫阳当年的理论30年之后终于可以实现 但中国已经改变 世界也已经改变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像1989年的时候那样 对北京不再那么的正面和乐观 今天中国权力给予一人 会不会之后进行权力的分配 又或者说会不会达到世界的预期 对此外界显然会大表怀疑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明镜人物 我是主播梁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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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